在漫长的NBA休赛季 如果有在关注国际赛事的话 就会发现不管亚洲还是欧洲 大部分的球队都有规划球员 就连像西班牙这样的传统翔队 也一直有外源的角色 除了91MB确定陆基法国 一直强调全滑班的中口队 最近也传出了要规划球员的消息 因为一个NBA等级的球员 对国家队的战力提升实在是太大了 其实在阿提诺之前 中华队一直有一个重点规划对象 他是史上唯一一个出生在台湾的NBA球员 在2008年首轮第八孙位被公路选中 还因为劲爆的身体素质被叫做体能怪物 但却只打了一年就告别NBA 究竟他为什么这么快淡出联盟 他和中华队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渊源 就让我们来聊他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选手是Joe Alexander 他在台湾有一个亲切的外号叫做Atoa 他是在1986年出生在台湾的高雄市 当时他的父亲是缺少公司中华区的高管 因为工作的关系才被调来台湾 因为父母都是美国人 所以Joe是没有台湾国籍的 不过他爸后来开取了一个台湾人继母 这也被视为他有机会规划的一个条件 因为父亲的工作经常被调来调去 所以小时候的Joe经常搬家 他在2岁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搬回美国 8岁的时候又再一次全家搬到香港 然后再搬到北京上学 先是就读于香港大坦的国际学校 再转校到北京的SUNI国际学校 所以他到现在还有一定的中文能力 也有一些资料显示 他曾经就读于高雄的古山国中 不过我没有看到太多资讯 10岁的时候 Joe在北京第一次接触了篮球 并很快地展现出过人的天赋 虽然篮球打得不错 但Joe近期在节目上谈言 他小时候的北京就是个篮球荒漠 他想要得到更多的训练 但大部分的时候都只能自己练习投篮 或是和哥哥在球场单挑 因为哥哥们都想进入NBA 所以Joe自然也有了这样的想法 于是他每个暑假回到美国 主动去报名各大篮球训练营 再把学到的动作和技巧 带回去中国不断练习 靠着这样的努力 他的球技大幅成长 并和两个哥哥 John和Jeremy一起加入了篮球校队 还成为了联赛史上第一个外籍MVP 学校也在2010年 退役了他的11号球衣 为了挑战更高级别的联赛 Joe在2003年回到美国 和亲生妈妈Allison居住 并加入了马里兰州的高中校队 但刚来到美国人生地不熟 对球队战术更是完全不了解 所以在高三的时候一直是担任替补的位置 凭着出色的爆发力 他在高四坐稳了球队先发 搅出场均14.8分 7篮板2.8助攻的成绩 入选了福德里克斯的全明星赛 还有最佳阵容 还创下单季90火锅和58%命中率的效史记录 不过他读的高中毕竟只是个小学校 所以没有任何一支NCWAD1的球队向他发来邀请 唯一收到的邀约是来自几所D3的学校 眼看着离NBA的目标越来越远 于是Joe选择再读一年Prep School 加入维吉尼亚州的传统强权 Hugreff军校 这所学校以严格的距离闻名 出场了很多的NBA球员 虽然出场时间不多 不过Joe确实学到了扎实的篮球技术 而Hugreff也一直有向D1大学输出拳的传统 所以Joe最后收到了西维吉尼亚大学的邀请 终于成功加入了D1的大学 开始追逐他的梦想 大学的时候Joe长到了203公分 再加上非常可怕的弹跳能力 让他在篮下有出色的终结能力 不过当时队内主力都是以大师生为主 所以他没有得到太多的上场时间 大二赛季他成为了球队先发 不过表现却是高开低走 在下半赛季的得分大幅下滑 最后只留下场均10.3分 4.3篮板的数据 这时候的Joe陷入了低潮 球队还一度传出要把他拿下先发的消息 幸运的是在休赛季的期间 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 球队的新主帅Bob Huggins 他是今年被选入名人堂的传奇教练 同样是以严格的执教方式闻名 而他看到Joe的第一件事 就是告诉他 你实在太瘦了 从现在开始他进健身房 我保证你能进NBA 在Huggins的督促下 只有一整个休赛季都在不停中训 他说当Huggins告诉你要做到时 你无论如何都只能做到 而当大三开季时 他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体重从210磅增重到了230磅 不过爆发力却完全没有被影响 让他打出了生涯最佳的表现 场均拿下16.9分6.4篮板 两项数据都是全队最高 靠着过人的弹跳 他可以轻易地在场上报扣 还在校内的灌篮比赛里 复制了Vince Carter的手肘灌篮 在西区的球员评选中 他被认为是仅次于当时的Kevin Love 同年的NCWA锦标赛 他在32奖赛砍下22分11篮板三火锅 爆冷击败了当时排名第二的杜克大学 虽然在下一轮就遗憾出局 不过Joe一整年的高光表现 已经让他被很多NBA球队看中 成为了乐透秀的热门人选 2008年的NBA选秀 有很多体能精爆的选手 不过Joe的体测成绩还是最优秀的 臥推和折返跑的成绩 都在同届排名第二 体测的速度甚至比Rose和Westbrook还要快 垂直起跳的成绩 也来到了38.5寸 被认为是08T体能最好的选手之一 最后在同年的选秀大会上 Joe在首轮第八寸位被公路队选中 成为了史上第一名 出生在台湾的NBA球员 刚加入公路的Joe 因为在北京打球的经历 还有军下的外表被叫做中国男孩 台湾的球迷则是叫他阿斗阿 他本来被认为有机会和易建连合作 不过选秀结束 易建连就被交易到篮网 换来了Richard Jefferson 所以两人没有成功联手 同年的NBA中国赛在广州举办 但考虑到少了易建连票房一定大受影响 所以就直接把菜鸟就搬上海报 打着北京男孩的名号帮忙招式 而Joe也确实在中国得到了很多关注 被大量的媒体真相报道 还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带队友去吃公保鸡丁 也正是因为Jefferson的到来 大大压缩了Joe的上场时间 清秀赛季他主要是担任替补小前锋的位置 而不是他比较熟悉的大前锋 在4号位的替补位置上 公路选择的是童年的二轮秀Mbamote 但因为大学时主要是打4号位 又比较晚接受专业的训练 所以Joe一直没办法练出持球能力 射程不足也让他缺乏更多的中斜方式 放到大前锋的位置 他的防守又不够用 在场上的定位非常尴尬 所以上场的时间也非常少 在全明星赛前 Joe发起了一个名为C Joe Down的活动 来帮他争取扣篮大赛的名额 并在宣传片里艺人分尸多角 秀了一波中文 还上演了用鼻子碰框的动作 虽然因为名气不够 他最后没有入选 不过宣传片本身还是很有创意的 下一个问题 在后面 亚历山大 在中国你的球迷要知道你对中国的印象怎样 亚历山大说他最喜欢中国 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对 对 一直到赛季结束 Joe场均只出场12分钟 留下4.7分1.9篮板的数据 虽然作为一名乐透秀 他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不过公路队已经没有耐心了 下个赛季 Joe受到大腿的伤势影响 先是被下放到发展联盟的维恩堡风雨队 然后再被交易到公牛 成为了替补中的替补 赛季结束后他短暂加入黄蜂 但在开季前就被踩掉 短短的两年 就从乐透到没球各大 开始了世俗打球的让人生涯 2010年 Joe加入小牛的下属球队 德克萨斯传奇 以场均20.2分8.9篮板的成绩 入选发展联盟明星赛 出色的表现 让他被俄罗斯联赛线下 但很快就因为禁骨手术休息两年 2013赛季 他加入了圣塔克鲁兹勇士 并搅除场均13.7分7篮板的表现 隔年更是进步到场均21.7分8篮板 不过在他看来 NBA只是离他越来越远 所以最后他选择离开美国 加入以色列豪门俱乐部Makabi 也就此告别了NBA 从这个时候开始 Joe转转过以色列联赛 意大利联赛 土耳其联赛 还有法国联赛 也曾经短暂打过Big 3赛事 不过他的高光表现 主要都是在以色列联赛 在那里他的身材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 无论是进攻上的扣篮 还是篮板和火锅都非常出色 还开发出了一定的三分能力 进攻手段增加 让他成为了球队的终结点 经常配合队友做出空接或是外线投篮 劲爆的体能 则让他成为十佳球的常客 他三次在领球队获得国家杯冠军 还跟随球队进入欧洲联赛4强 打出了生涯的最佳表现 而在这一段期间 台湾缆鞋也多次尝试规划Joe 让他成为中华队的一员 因为在2014年有消息传出 亚运会规定 规划球员必须出生在亚洲 所以Quincy Davis是不符合参赛资格的 为了寻找外援 Joe就出现在了中华队的培训名单里 甚至当时中华队赴美集训 许晶泽教练也邀请了Joe前来观看 并希望他加入SBL 以类似Q的方式成为规划球员 因为Joe是出生在台湾 而且还有台湾人继母 甚至被认为有可能不占规划名额 所以当时的讨论度非常高 引起了人们的无限狭想 可惜的是 这件事情最后没有成真 因为Joe有着犹太人的血统 所以符合入籍以色列的资格 长期在那里打球后 他也拿到了以色列国籍 让加入中华队的计划最后成为空想 时间来到2022年 Joe已经从略带青森的中国男孩 变成了续着胡须的花壁型男 虽然一直摆脱不了随后的称号 不过他的生涯高开低走 多少也和公路的培养有点关系 如今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那就祝愿他可以越打越好 不管怎么样 如果巅峰奇的Joe来到亚洲赛场 一定还是能成为很强大的集战力 可惜这名高雄飞人 最后还是没披上中华队战袍 所以要规划球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在以前 需要放弃国籍的情况下 愿意规划的球员更是难得可贵 希望这样的选手 能得到他应有的尊重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